來 很多人對我的疑慮今天要把大家解除啦 今天為什麼會在路上呢 因為今天啊 幾千萬的器材就 剛剛到貨 那等一下你看到這些箱子 從幾萬塊一直到 百萬都有 幾萬塊到每一個箱子裡面 有的是主件 那你可以看到現在 因為我們是在B1 一樓耶超過十個店面 全部都是我的東西 來攝影機跑一下 超過十個店面全部都半 你就知道我叫了多少東西 看一下 一直延伸到 一直延伸到你看不到那個角落有沒有 都是還是 我都放到那裡去了 東西太多了 我叫太多了 我東西就已經來了 所以我現在不是炸雞也不是錫金啦 現在東西還不是啦 都到了不是啦 那今天會把東西都搬下去 明天開始組裝 因為東西實在太多了 現在是 差不多兩三點 到晚上十二點我看也搬不完 因為東西實在太多了 所以我說 做健身房 當初的爐州是比數量比這個 可是也是很多 所以我知道這叫多少 所以 你來參觀之前跟我講說 沒有看到東西 那現在東西已經都到了 而且咧 我的極速 我們的東西的極速咧 保證讓你大開眼界 保證讓你大開眼界 其實也沒有什麼啦 為了會員我錢就會敢砸嘛 對啊 也沒有什麼 那當然如果你來 一直對我們有所疑問 那你也不是我需要的客人 你也不是我需要的客人 因為我覺得我已經做很平價 我是要推廣 我是要服務社會大眾 那如果你一來 你一直很多疑問什麼 歡迎你去加連鎖健身房 你就知道我們的差別 歡迎你去加連鎖健身房 就知道之後 會員跟我們的差別在哪裡 那大家稍微 我用很快的速度 跟大家稍微閒聊一下 我等一下請攝影師還會帶到裡面 你就知道我們東西要有多少 因為實在太多了 我有現在在搬 我最近有個朋友 包含網路上也有會員跟我講說 關於這個賣直銷的東西 如果現在很流行 那種小型健身房 我直接點名啦 沒有差 就是那種數字健身房 那你們做小 我沒有意見 我也不會有什麼 可是你們賣東西 我就有意見了齁 因為我朋友去也是 他居然跟我們朋友推銷說 你喝我們的高蛋白 那你中餐晚餐可以不用吃 你會改變身材 我覺得這是很要不得的 我覺得一個商人賺錢 不可以做這麼黑心的生意 如果人喝高蛋白粉齁 就可以活 不用另外補充營養齁 我跟你講你這叫害人 哪有他媽去健身房買你的高蛋白粉 哪有他媽去健身房買你的高蛋白粉 哪有叫中餐不要吃 晚餐不要吃 超他媽的想起來 我就真的很想不開 對不對 你這個已經不叫做健康事業了 不叫健身就在害人啦 麻煩大家眼睛睜亮一點 高蛋白我也賣很多 而且我賣的都是很平價的價錢 你去網路上我覺得比網路上更便宜 因為我朋友是全台灣最大的 高蛋白代理商 我們健美好高蛋白的營養素 裡面含的營養素 絕對比直銷的好 因為人家在外國大廠 是賣幾千萬美金的那種 而且是所有都是職業選手代言的 品牌眾多 你怎麼會去開一個健身房 開那麼多家 現在十幾家了 每一家都去跟人家推這種東西咧 每一家跟推家直銷吃得出問題了 你負責嗎 對不對 說推家改變身材 對不對 那跟當年的一些奇奇怪怪的 那種直銷的公司有什麼不同 健身房不是讓你拿來這樣子 賣直銷的東西 賣直銷就算了 還叫人家 中餐可以不要吃 晚上可以不要吃 就喝高蛋白粉 就會瘦改變身材 是這樣改變的嗎 那我 我也可以去賣啊 我隨便塞一個什麼膠囊 放一些浪媽的 不傷害身體 我說你就吃這個不用吃飯 廢話 他媽的不吃飯當然會瘦啊 可是對身體好嗎 懂什麼 這個是 昨天聽到一個消息很嚴重 在跟大家 鄭重的講 千萬 你周遭的朋友千萬 不可以 不可以不吃飯 不可以這樣喝高蛋白粉 不可以 沒有這種事 那現在 緊接著跟大家帶進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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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大家看看 那當然歡迎大家趕快進來加入 不用入會費 那我們是做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棒 的健身房 不是錢不錢的問題 是完全沒有炸氣的行為 現在東西都到了 希望今天晚上趕快過來參觀 會看到一大堆的器材 這箱子 因為可能他們來不及組裝 OK 要先這樣